台东县府在台东市区打造的环状自行车道 也就是山海铁马道 于部分路段维修不易 已无法让自行车通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 县府将铁马道重新规划为18公里长的自行车道 将重新成为保览市区山与海的美景自行车道 过去全长约21公里的台东山海铁马道 也是保览市区山海美景的最佳自行车道 不过部分的路段维护不易 自行车难以通行 也让这条环状自行车道断线 随着县府大力整治太平溪沿线之下 重新规划为全长18公里的环状路线 台铁马道原本走的范围就是旧的铁道路廊 原本旧的铁道路廊 其实从台东县站这边会有一条旧的路廊 经过纳鲁湾饭店跟马车车站 往市区的方向 那因为我们太平溪的整治工程 做了这个堤防之后 我们其实把第二个铁路桥就移除掉了 那长久以来大家都有反应给我们说 山海铁马道好像断掉了 没有办法一次整个环线 那经过了这些年来 决定科跟我们不断的相互研究 这个环线的配合整合的方案 在最近我们终于可以有把整个山海铁马道 缝合起来 未来这个山海铁马道的路线 就可以从新城国中后面的第一铁路桥 然后经过太平溪的主岸和田的道路 就会可以衔接回我们的山海铁马道 那也欢迎大家来走走看 我们新的山海铁马道的环线动线 农历春节不去景点人挤人 骑自行车体验台东独有的慢活与悠闲 重新规划的山海铁马道 绝对是民众不可错过的好选择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网红道